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凱恩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霓虹深淵無限 好那這是一款非常可愛非常好玩的射擊Game 那這款遊戲的評價旭哥覺得非常非常的優秀 算是近期玩過數一數二好玩的手遊了 那他除了有很多角色的造型 角色的玩法之外 遊戲裡面也很多元素 那種可愛的那種點陣風 很像以前我們小時候在玩那個像是 魂斗羅啊 什麼越南大戰啊那種感覺 玩起來的爽度非常高 而且加了很多新的元素 好那最爽的福利最爽的攻略 還有最暴力的秒殺流 讓我們輕鬆可以通關都在這一攻略 看旭哥什麼大殺四方秒殺BOSS 好那我們進入遊戲 畫面呢是比較用點陣風的 很可愛啊 畫質感覺也蠻不錯的 哇這個故事劇情 而且有點霓虹燈的那種風格 算是近期比較特殊的Style 來 我們來移動看看 我他有做這個水波的倒影 做那麼細緻 我們的芭蠟丟掉了 按錯 我們的手榴彈太快就把他用掉了 笑死 好虛哥又來大殺四方了有沒有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獲得天眼 天眼可以直接看到道具的效果 哇 有沒有 虛哥現在的威力就很強啦 快可以輕鬆秒 仙人掌二代 他還會幫我們發射 來領一下 爆破裝置 有有有 大家小心他有時候會有一些小陷阱 上不去耶那邊 那邊要怎麼上去 有個寶箱在那邊 每次看到那種寶箱就很想要去拿 來彈彈彈 莫名其妙又被什麼扣到 有一個 為什麼扣到我的血 補一下血好了 爆破裝置 我自己會炸到自己耶 這有點好笑 被自己炸到隔屁 我現在的這個輸出能力又更強了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虛哥這個裝備超屌 這個輸出能力一把罩了 給大家看一下旭哥現在這個輸出啊 超猛的 這個AOE的輸出 吃愛心 爽 補個血 哇可以換槍了 又一把新槍了 來毀滅者 我們一直來實測各種不同武器 這把好像更猛了 哇 有沒有 哇超強耶 我這個輸出能力一把罩了 怪用秒的 你看這個 噴射能力 看的好爽 不過你不要一直打牆壁啊 搞笑 來 我們解鎖 有沒有 怪都被我們用秒的 超爽 先能掌三代 撿到個帽子 真的嗨 哇 虛哥真的是大爆發 最強秒殺玩法 來 開寶箱囉 各位觀眾 撿到一個錢 好 我們就繼續的秒怪啊 虛哥這個是範圍AOE輸出 輕怪輕的好快 你看 整個怪都是被我們用秒了 這個爽度會不會太高啊 再帶個英雄面具 他可以增加我們的跳躍高度 還有移動速度 很方便 在這個面具 哦 寶箱大軍來了 這邊各位觀眾 開這個金箱 來到彩券了 777金幣 然後還有手榴彈 欸 寵物彈 哇 我們實在是太強了 現在 沒有 怪都是被我們用秒的 真的開心 哇 還會噴血 你看怪都被我們 噴下去 還會有這個噴血 這個爽度太高了 不得不稱讚一下這個射擊感 很不錯 來 淋一下 寵物彈 好 衝衝衝 我們這個輕怪 真的好快啊 不得不誇獎一下 這毀滅者真的強 太強大了 這威力 哦 開到這個解寶 還有這個小帽子 縮小帽 啊 希哥變好小啊 呵呵呵 怎麼變那麼小 KAN 太好笑了吧 會不會太可愛 哦 有這個 來 你敢按下他嗎 當然按啊 為什麼不按呢 為什麼不按呢 哇 好多怪啊 都被我們秒殺了 太強大了 我們的火力 哇 太好玩了 哇 這個 最強的裝備 希哥覺得這個搭配起來太猛了 有沒有 完全是無傷耶 然後是這個大範圍的AOE輸出 然後這樣輕怪 好快 哦 有了有了 我們到這個武器店 可以買東西 這邊可以選擇一些裝備啊什麼的 我們看一下他們什麼 無財與貫 來買一下看看 有沒有太可愛 藍色協議 好 升級了 太強了 要打BOSS囉 好一樣 我們用我們最強大的火力秒他 我們這原地射他就好啦 啊被K到了 哎 有沒有看我們現在的爆發力 哎 怪是用 BOSS是用秒的耶 你逃到哪裡都沒有用啊BOSS 各位觀眾 哇 旭哥輕鬆秒掉這個BOSS了 太爽了 好 那我們勝利了 獲得這麼這麼多的東西啊 太開心了 好 那旭哥來分享這個 T0最強的隱藏版神角 那這隻殺驗呢 旭哥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他的攻擊力非常的高 我們看一下他的屬性 那攻擊數值很高 那射擊速度也算不錯 移動速度啊 各方面的能力值都還蠻不錯的 那技能組在左下方顯示 首先是兔子玩偶 他的主動技 他可以有這個遠程和近戰的兩種戰鬥型態 那可以去切換武器 使用槍械握武士刀 等於是說我們可以近戰 或是用遠攻都可以 算是可近可遠的 非常好用的一個神角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他的被動技能鑰匙圈 他的殺驗啊 他的近戰傷害 直接提升25% 這是一個非常使用的技能啊 直接提高了輸出傷害 所以這些神角呢 旭哥蠻推薦的 所以我們開局呢 有男角可以使用 那要拿這個女角的話呢 旭哥覺得蠻推這個殺驗的 那他還會有一些像是額外的造型可以選 哦這個很可愛有沒有 泳裝啊 很讚 好所以這個T0最強的隱藏版神角呢 就分享給大家這個殺驗 哦性感的女高中生 還有這個泳裝造型都是非常讚的 喜歡的話呢可以去入手他的造型這樣 非常可愛 好這個殺驗 好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 最暴力的秒殺流 我們輕鬆的秒到了好幾個boss 然後輕鬆的通關了 完全無壓力 看著旭哥攻略輕鬆玩 那這款遊戲呢 非常推薦給大家 射擊感啊 各方面的 這個算是新元素的設計 很多新奇的元素 新鮮的東西都在這一集啊 旭哥覺得蠻讚的 所以大家呢 仔細看完的話應該會覺得 這是一款不錯遊戲 蠻推薦給大家 那之後呢 假如再做攻略的話 大家就是可以期待一下 好今天攻略分享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我們下一集攻略見了